老公 我打算把咱们的房子让我弟搬进来住 可以 我弟已经到车库了 一会儿你对他态度好点 可以 你说了算 我打算把咱们家的房子送给我弟了 你最好也搬出去住 要不然弟媳看到了 多尴尬呀 我搬出去 那我住哪里呀 我不管 要不然你出去租两个月房子住吧 咱们不是还有套房子吗 等那套房子装修好 你再搬回来吧 那孩子住哪里啊 孩子跟我住 你自己搬出去得了 嗯 这房子都是我买的 你让我搬出去 让你弟在这儿住 你也在这儿住 合着就我是个外人呗 那当然了 你本来就是外人啊 就是我花钱买了个罪手 对吧 我不管 我已经跟人说好了 我弟结婚需要房子 我把你赶出去 也是为了我弟的幸福啊 那你弟他幸不幸福 关我什么事啊 我不管 下午五点以前你必须给我搬出去 你这话是怎么说出口的 一天就知道瞪着俩眼珠子 又喝溜达 你 你什么你 孩子留下 你给我搬出去 你是绑架的人 你绑了我的魂 困在其中 却找不到指纹 你真是愿意 我还不想到你 你怎么能够 你真是愿意 你真是愿意